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人往往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微妙变化 但如果不了解女人 摸不到女人变脸的原因 直接询问都只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没有 你想多了 面对这个回答 很多男人会信以为真 却不知这并不是最真实的答案 接下来就会面临冷战 女人在嘴上拒绝你时 其实是希望你主动 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三件事上 一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 男人在工作时总是希望能一心一意地打拼 想要赚更多的钱 为妻子和家庭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 尤其是无暇顾及女人时 她们通常都会在物质上急于补偿 可比起物质 女人更希望丈夫能够有时间陪伴着自己 物质上的丰富 并不能够代替精神需求 因为丈夫陪伴自己的时间太少 两个人沟通交心的机会 自然也就变少了 渐渐的 女人心中就会产生孤独和寂寞 但她也知道 丈夫辛苦打拼事业 都是为了整个家庭 所以会体谅和宽容 丈夫心里也清楚 自己因为事业 缺少对妻子的关心 会产生愧疚之情 所以 有时候会特意关心妻子 是否需要自己抽出时间陪伴 但鉴于理解和体谅 妻子总是回答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 这就是她口是心非的表现 这时 如果男人不懂得女人的口是心非 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很可能引起妻子的不满 甚至还可能引起夫妻之间的矛盾 二 你不用道歉 你没错 男女在恋爱或者婚姻生活中 产生矛盾 引起争吵时 拥有高情商的男人都懂得以退为进 先承认错误 避免矛盾激化 接着降低争吵的几率 不过通常这个时候 女人面对男人的道歉 都有可能说出 你不用给我道歉 你没错 聪明的高情商男人 可能会看出女人所说并非真心 会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去调节女人心中的不满 最后将矛盾渐渐划开 不过更多男人并不懂得女人的口是心非 而是直接将这件事过滤出去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女人就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与男人冷战 而男人却不知道女人到底在气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 女人通常都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男人应该来吼自己 因为自己很不高兴 很多夫妻从吵架到离婚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的矛盾 逐渐累积导致的 夫妻双方都不愿意退让 所以走上了无法回头的路 男人如果心胸大量 主动去关心女人 给女人道歉 很多矛盾和争吵都可以避免 三 你不用给我准备礼物 心意到了就可以 女人都是喜欢惊喜的 浪漫的仪式感对于女人来说很重要 因为在女人们心中 男人对自己浪漫就是在表达对自己的爱 很多不会浪漫的男人 会让女人觉得生活没有激情和动力 所以 在女人生日或情人节时 男人稍微花一点心思为女人准备贴心的礼物 即使不贵重 也会获得女人的好感 不过很多女人通常会说 你不用给我准备礼物 心意到了就行 这其实是口是心非 他非常期盼男人的礼物 如果男人将女人的话当真了 什么也没准备 女人的内心肯定会感到心寒和失望 心意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要用东西来表达 而不是口头就行了 总之 男人想要了解女人的心思 首先要从女人的话语中去揣摩 一般来说 女人们在说一些话时 尤其是想要得到爱人的关心和陪伴时 都是口是心非的 男人千万不要心以为真 要懂得透过现象去感到他们的真实内心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